欢迎我们大家好,我是冯开花会 太阳花,又名半只脸,也叫真叶牡丹 它虽然是一种特别普通的草花 但是开花却非常的漂亮 该牡丹花和莲花的花形非常的相像 它的优点是花色多,花量大 虽然是每朵花开花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只有半天的时间 但好处是它开花非常的勤,每天都有花看 往往是在同一个枝条上面 一朵花还没有开拜 另外一个花孤朵已经长大了 它不仅可以盘栽,也可以地栽 还可以制作成这种棒棒糖的形状 只要是养上一盆,整个夏天都有花看 有的话有问我 为什么自己家养的太阳花,花形比较小 而且数量也不够多,枝条还长得特别的长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就讲一下 太阳花开花少,而且比较小 再就是枝条过长的原因以及处理的方法 太阳花,从它的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 它是一款非常非常喜欢太阳的花卉 如果是你养殖的环境,光照不独 每天的光照时长低于4个小时 再就是连续的碰上几天,下雨或者是阴天的天气 它的花量就会减少,开的花也会小了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地在的 它的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 每天的直射光照都在8个小时以上 看一下它开的花又多又大又漂亮 所以说,如果家里面的光照条件不好 每天的直射光照低于4个小时 那么就不建议养太阳花了 如果是把它种在光照条件不是很好的位置 那么它的枝条就会长得特别的长 开花也会非常的少 所以说,想要养好太阳花 必须要有冲突的光照 再就是,想让它的枝条长得短 分枝多,花量大 那么从小苗开始,也就是开花以前 需要多次修剪 修剪的目的,一个是可以控制枝条的长度 当它开始开花以后 枝条的生长速度就会慢很多了 另外一个就是,修剪以后可以增加更多的分枝 同一盘花,分枝越多 开的花也就会越多 所以说,给苗期的太阳花修剪非常的关键 还有一个,太阳花枝条的长短跟品种也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使用种子繁殖的 就比使用枝条繁殖的素杆太阳花 分枝性会好一点,枝条也会短一点 也就是说,不结种子的太阳花 它的枝条长得会长一点 想要控制太阳花枝条的长度 还有一个,就是在开花以前浇水不要太勤 肥料就好不要使用氮肥 可以使用氮磷钾比较均衡的负荷肥 或者是花朵朵一号 当枝条的长度超过10公分以后 就可以给它页面喷湿磷酸二氢钾 氮磷钾的作用 一个是可以控制枝条生长的速度 另外一个作用是 可以促进它的花样繁化 让它提前开花增加花量 当太阳花进入圣化期 也需要近期给它补充氮钾肥 如果是缺肥 那么它开的花也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可以每隔10天的时间 给它试一次花朵朵一号 或者是复合肥溶液 再隔10天的时间 给它试一次花朵朵二号 或者是氮磷钾 就这样轮流交替使用 我们家里面养的太阳花 开的花才会更多 更大 更艳 再就是盘栽的太阳花 使用的土壤 一定要输出透气 千万不要粘性过大 或者是盘水性不好 保得 一个是容易烂根 另外一个是 枝条会长得特别的细 到了最后 它的花也会越开越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 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